《出埃及记》第37章 比萨列用造甲木做了一个柜 长110公分 宽66公分 高66公分 用纯金把柜里外都包裹了 替柜的四周做了金牙边 又铸造了四个金环 安放在柜的四角上 这一边两个环 那一边两个环 又用造甲木做了两根柜杠 包上黄金 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 可以抬柜 又用纯金做施恩座 长110公分 宽66公分 又用黄金做了两个记录帛 是从施恩座的两端 用锤锤成的 这端一个记录帛 那端一个记录帛 他在施恩座的两端 做了两个记录帛和施恩座连在一起 两个记录帛高展着翅膀 用他们的翅膀遮掩着施恩座 他们的脸彼此相对 记录帛的脸都对着施恩座 他又用造甲木做了一张桌子 长88公分 宽44公分 高66公分 用纯金把桌子包裹 替桌子的四周做了金牙边 又替桌子的四周做了75公里宽的框子 框子的四周又做了金牙边 又替桌子铸造四个金环 把环子安放在桌子四角的四角上 环子靠近框子 是穿杠的地方 可以抬桌子 又用造甲木做了两根杠 用金子把杠包裹 可以抬桌子 又用纯金做桌子的器皿 就是盘子、碟子、碗和垫酒用的杯 他用纯金做了一个灯台 他用锤锤成灯台 灯台的座和干 跟杯、球、花都是连在一起的 灯台的两边伸出六个枝子 这一边有三个灯台枝子 那一边也有三个灯台枝子 在这一个枝子有三个杯 形状好像杏花 有球、有花 在那个枝子上也有三个杯 形状好像杏花 有球、有花 从灯台那里伸出来的六个枝子 都是这样 灯台上有四个杯 形状好像杏花 有球、有花 从灯台伸出的每两个枝子 以下都有一个球 灯台的六个枝子都是这样 这些球和枝子都是连在一起的 全都是一块纯金锤成的 又用纯金做灯台的七个灯盏 竹简和辣花盘碟 他用了三十五公斤纯金做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他用造甲木做了一座香弹 长四十四公分 宽四十四公分 是正方形的 高八十八公分 弹的四角是与弹连在一起的 又用纯金把弹包裹 弹顶、弹的四边和弹的四角都包裹 又替弹做了金崖边 又替弹做了两个金环 安放在崖边以下 弹的两侧就是弹的两旁 做穿杠的地方 用来抬弹 用造甲木做了两根杠 用金包裹 又按着制香料者的制法 制圣高油以及芬芳的传香 和芬芳的传香